在六四到来之际 多个国家都举行了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 在纽约这里有团体来到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暴政 来自中国民主党的数十名成员 举着结束一党专制 勿忘六四推翻暴政等中英文标语 面对中领馆高喊口号 纪念六四三十三周年抗议中共暴政 我们在这里还要抗议暴政 继承那些六四未完成医院的大学生们 就向他们学习 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 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制度 在任何国家不只是学生 学生也好民众也好 上街表达他们的不满对政府抗议 这完全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这是一个和平的集会游行抗议 那么政府对这个回应 怎么可以用国防军用机枪用坦克用子弹 来镇压来吐杀那么多人 活动主办方谴责中共 在六四事件上对外造谣抹黑学生 并在其后继续血腥镇压法轮功信仰团体 民主运动团体以及少数族裔等 呼吁海内外华人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真理和正义总管这个总归会要实现的 这些亲共的这些人无非是因为你们现在来认为 还能靠亲共投共拿到共产党施舍给你们的一些这种残根冷治而已 但是这个集团他们内部的这样一个残酷的血腥的这样一个镇压 我们在这个其实最近的这样一个清零的封城的那种就能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经济不会永远这么维持下去的 中领馆的集会活动结束后 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还在纽约地标景点进行快闪车游 并在傍晚回到中领馆进行烛光夜道 纪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纽约报道